跑位很积极 这是一次非常强硬的拦截 这是一次关键的断球 很好 他能处理好吗 裁判的哨响了 估计吹的是越位 前面有队友在跑位 真是妙啊 营莫平来 球进了 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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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进球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战术 等待对手出错 刺激发起反击 这一进球再次改变了比赛的局面 众所周知 像这样的对决很难预测 双方都实力超群 而且互有胜负 让我们继续观察比赛将会如何发展 想要塞进去 但是路线被切断了 阿西莫 安波罗西尼 德尔皮耶罗 直接与对手过招 他终于摆脱了围堵 法比奥 卡纳瓦罗 寸土不让 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杀对手 皮尔洛 他不想冒任何风险 安德烈 皮尔洛 漂亮的出球 精彩的对决 他显然是在全身心享受着比赛 要是能赢下来就更好了 再看能不能传个好球 齐罗伊莫比来 发现自己跃威了 拉西莫 安波罗西尼 将球拦了下来 拉西莫 安波罗西尼 拉西莫 安波罗西尼 球在皮尔洛脚下 他找到了突破口 衔尔第安罗 来到了对方腹底 衔尔第安罗 能向一击裹断的扑销 防守做得很好 没得说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脚球 漂亮的解围非常关键 老罗马尔迪尼 隔地 一次很漂亮的防守 及时阻止了对方转身 皮尔洛 一次干净利落的短船配合 安德雷皮尔洛 他们很好地利用了场地的宽度 上门 唐大鲁马精彩的铺角 和地 裁判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假如您是刚刚打开电视 看到目前的比分 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场沉闷的平局比赛 不过事实正好相反 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非常精彩 目前双方是各有一球入胀 即将开始的下半场比赛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好 我们进入下半场的四十五分钟 半场回来两支球队都是首发这种出战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可以提速了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 找到了防线的破绽 皮尔罗就抬了出来 现在看看谁能够先抢到皮球 哦不 乌龙抢 这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只能报以同情了 没人希望帮到忙 不过有时候人就是这么倒霉 只是一瞬间的混乱 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乌龙的事实 在这样胶着的比赛当中 有时候确实需要一点点运气 他找到了突破口 抬脚射门 可惜球只是稍稍贴拙 我想他在射门的那一瞬间 肯定会觉得这球能进 有时候成功和失败就在一线之间 非常非常的微妙 球转移到了右窍 一路带球走位 好机会 球掉到中路 球队破坏出了危险区 安博罗西尼 知道拼抢那一下把他拉倒了 可能会有麻烦 不过到目前为止 裁判还没逃过牌 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了 汉纳鲁瓦漂亮的扑球 手得漂亮 球被门将拒之门外 应该说门将开始的时候站位非常好 有助于判断球的飞行路线并及时封堵 有机会打包 成功了 这个球可以让他们安心了 意大利现在已经两球领先 可以说买了一份保险 整支球队就像得到了玄学的加持一样 他们已经势不可挡了 接下来两队的比分可能会被继续扩大 往前传 皮尔洛 动察力不错 一早就看出来了 马西莫 安布罗西尼 马西莫 安布罗西尼 一开始组织还不错 可惜就是打不到前场 打到前场就被队 罗布特巴乔 他们很快将球抢了回来 有机会上门 马西莫 安布罗西尼 罗布特巴乔 精准地找到了他 弗朗西斯科拖地 将球转移到了边路 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 德尔皮耶罗 德尔皮耶罗 棋防对手更是输不得啊 几次精彩的护船 把球攻击 安布罗马 漂亮的扑救 双方都在追这个球 分将精准地扑救 跨险为一 无论是预判还是处理球 都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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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应该是第三个角球了 乔瓦尼 迪洛伦总 出现把球抬外出去 球在拖地脚下 意大利丢抢了回来 出现上半 球打进了 凯旋又追回到一球 他们又看到了希望 在这个位置射门 他还能不进 等于把凯旋门扳到他眼前 他都踢不进 我觉得这不但是个好球 还是个漂亮的团队配合 都是狂奔半场 或者连过五人的进球 才算精彩 这一传一射也毫不逊色 意大利看到了逆转的希望 进球能改变比赛 之前的进球 就完全改变了 这场比赛的局面 他们正在猛烈地反击 球在英莫比莱脚下 接散 排角上门 真是绝了 让人叛为观止 大胆的尝试 他从不缺少自信 从对手那里夺走了球权 保罗马尔迪尼 菲利普 阴扎节 罗伯托巴乔 想要冲破对方的防线 他们的后场没什么压力 可以放心地前压 不过一旦失去球权 还是非常危险的 从对手那里抢回了皮球 这下才怕会吹回去的 罗伯托巴乔 就在英扎吉脚下 弗朗西斯科拖地 菲利普英扎吉 意图很好 但是没能成功 节奏加快了 会有怎样的配合呢 杰萨 大门 这次防守真的是太漂亮了 意大利 这是第四次拿到脚球了 对手只拿到过一次脚球 重视跃起 反应很灵敏 把球弄丢了 忽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 反击要来了 洛卡特利 刷给左路 力度恰到好处 就在英扎吉脚下 菲利普英扎吉 希望夺回球权 从现在无人控制 他追过去了 漂亮的断球 打一脚 真是不可思议 阿西莫安布洛西尼 就在一扎吉脚下 漂亮的施压在对对方形成威胁之前 或使他们犯错 终止了进攻 球在拖地脚下 这一季传球有点离谱 这下要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办法自我拯救 得赶紧的 时间不多 转移到边路 山拉维 应该要取交上门了 腾空化解了一次威胁 老罗马尔迪尼 这脚踢得很远 菲利普英扎吉 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 从这里可以发起反击 尼莫比来 中场哨响起来了 意大利现在可以庆祝了 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如果回顾比赛的过程 才知道你觉得都有哪些关键点 显示出他们针对压力 如此巨大的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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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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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将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奉献最精彩的表现 在这样的时刻 双方的期待有多高 挑战就会有多大 毕竟大家都希望取得开门红 球场里是一片喧嚣景象 呐喊声此起彼伏 这样的气氛 不一能够振奋场上的球员 主赛半吹哨 比赛开始 意大利对阵法国 杰萨 关键时刻上演精彩扑球 现在皮球无人看管 漂亮的扑球 人家可能手都震麻了 我看好像是越位吧 对 是越位 背脚存在穆萨迪亚比脚下 1994年的欧冠决赛 在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上演 马尔蒂尼宛如这座城市 神庙中供奉的众神一般 天神夏凡 凭借那个夏天完美的表现 成为欧冠常识一脚 差一点 不过这差一丝一毫都不行 他对自己十分恼火 不过至少赢得了 主教练的掌声 几名球员围了上去 将去拦了下来 有低 他仿佛在跟对手说 兄弟都此彼此吗 王牌对王牌 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 费劲儿在边路空档拿到球 古巴佩传中 大脚结尾 法国拿到了第一个脚球 这也是双方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脚球 费劲儿 我后完蛋传空了 意大利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 踢脚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 就在杰杰萨脚下 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 在顺服的位置拿到球 哎呀 球被截了下来 上门 反应很灵敏 这下失去了球权 不过他们希望保持这样的局面 埃曼尼尔佩迪特 反击的机会来了 隔地 从这里可以发起反击 攻击力不错 一早就看出来了 弗朗西斯科拖地 意图很好 但是没能成功 埃曼尼尔佩迪特 铁尔罗 菲利普迎扎节 起脚是 可惜球只是稍稍变出 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 一个舌尖上的抢断 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 克洛 多人进行围剿 费劲 费劲 很有重劲 但是没能处理好 费劲 埃曼尼尔佩迪特 埃曼尼尔佩迪特 球在五八佩脚下 一棋绝尘 佩迪特 唐纳鲁马精彩的铺角 人将奋力将球扑冲 他在比赛中表现得太出色了 第二次拿到了脚球的机会 他们开出了战术脚球 起球 压力扇动了内斯塔和杰维 显情得到化解 发动反击 这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 扩地 杰维 杰维 克洛 克洛德马克莱来 不懂了对手的想法 成功抢断 他一脚将球轻走 往罗马尔迪尼 马西莫 安波罗西尼 克洛德 他遭到了侵犯啊 克洛德 球转移到了右走 现在应该迅速右手转弓 穆萨迪阿比 现在沿右路快速突破 看得漂亮 突破了防线 抬脚上门 球打进了 标志性的跑动 进球不在华下 反击关键在于速度 这就是他们总能撕开对手防线的原因 法国取得领先 1比0 很好 不过这个时候集中注意力非常关键 进球之后球队放松紧踢的情况 在赛场上出现了无数次了 克洛德 克洛德 马克莱来 瞄准前面 飞德里和基耶萨 阿辛莫 安波罗西尼 意大利现在有机会打反击 非常好 大师级的射门 大师级的射门 娴熟的脚法运用得到 法国取得两球优势而对手仍未破门 这下可把对手惹急的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主教练在边线大喊大叫 让队员们冷静下来 而且他们确实需要尽快做到这一点 现在需要的就是冷静 贝杰 埃曼妮尔 佩迪特 真是好景觉亮 马辛莫 安波罗西尼 这是要传给空气吗 球在五八配角下 可以提速了 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过来 比赛进入到下半时 其实他们肯定有些操事过急 想要搬平比分 现在他们的后防线 绝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否则比赛将会失去血液 劳德马克莱来 不错的压制 对方被逼得很紧 拉摩 莫萨迪亚比 莫萨迪亚比 绝不想输给对手 威廉萨里巴 还有埃尔南德斯 安德烈皮尔路 全力在追 克迪 漂亮的空巧 漂亮 精彩带球 蛇皮走位 只是不巧啊 防守队员相当的果断 克迪 对方负责制造问题 而他负责解决问题 他赢下了激烈的身体对抗 球在拖地脚下 杰萨 莫德马克莱来 佩迪特 你出手就底气不足 现在反击啊 很好的跑位 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 专家级的拦截 朗达尔科洛 确实有自信 有能力那样控球 但稍微带多了几步 应该早点把球传出去 因为接应的球员 已经拍马赶到 杰萨 准确的预判 菲德里克杰萨 杰萨 团球 尽管后卫这次占了上风 但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 这次进攻还不错 不过他身边人太多 很难有什么作为 艾曼妮尔 佩迪特 这下把球弄丢了 有机会上门 菲吉尔 他能组出戏反击吗 你结果多少让人上火呀 吉耶萨 快速向门前推进 菲德里克吉耶萨 出脚非常及时 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个 能否保住机会 这一脚传球有点脱泥带水 门前失授 瞧见了 进球了 比赛又有了悬念 如钻石一般完美的进球 构思无懈可击 射门华丽精湛 简直不能更妙了 他接球的方式堪称完美 我觉得他自己都暗吃一惊 我真的做到了 要死了 要死了 不要再轻我们 我来说 这就是 我们长期被打破了 我们早期被打破了 不是 我来说 你都还在那时 我们早期被打破了 我们早期被打破了 这就是 我们早期被打破了 我们将迎来第一波的换人调整 意大利看到了你赚的希望 进球能改变比赛 之前的进球就完全改变了这场比赛的局面 他们正在猛烈的反击 好机会 合地传终 危机之中将就结尾 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 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 这时候后卫顶上去也无妨了 他成功从对手脚下抢走了皮球 马西莫安布洛西尼 常传边路 文建明怕玩 和地 很聪明的跑位 和地 漂亮的断球 力点安 图兰姆 大脚将球破坏 肥杰 球在拖地脚下 他看到了队友 好机会 好 打算了 这球有了 当有队友愿意撕扯跑位 总会出现这样的威胁 只要坚持不放弃 最终这样的机会就会到了 教练叫他上场的时候 他就显得特别高兴 一心要想着回报教练的这份信任 教练的指示就是让你上场带来一些改变 看你能不能完成任务 为球队打尽一球 这场比赛充分展现了足球的魅力 一刻都松懈不得 主教练似乎一直在让他们朝着下一个目标而努力 如今下一个目标已经近在眼前 这场比赛他们一定会踢得很好看 安全起见将球解围出去 意大利凭着冒险的异产逃过一劫 尽快险情得到了缓解 但暴露出了防守的问题 亚里扇动了内斯塔 及时断球 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 不过还有可能打过僵局 将球拦了下来 德里兹曼 好机会 他看到了空档 德里兹曼 90分钟已经到了 LT30分钟的加时赛 现在体能和疲劳程度才是关键因素 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加时赛了 烦布 这类参少了 压力… 意大利 开球 我们进入加时赛的上半场 意大利 面对落后的局面 成功的将比赛拖入了加时赛 事实上 他们更有优势 至少在心理上是这样的 罗罗马尔迪尼 先出一脚 多回球权 埃曼尼尔佩迪特 就在五八配脚下 几次精彩的护传 把球带到了前场 将球抢走了 漂亮 如果他想要反击 就需要提速 需要一技精准的传球 球来到了空旷的地带 他找到了通报口 防守队员略胜一筹 不过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整次地找到了队友 漂亮 攻门 漂亮 球进了 这球就是现足球队的水平 也能踢进啊 不管防守差不差 射门还是很精准的 跑位和射门都是世界级 连入两球 现在比赛局势会如何发展呢 如果您刚刚开始收看 一定猜得到谁是进球功臣 没错 肯定是他 这是什么样啊 选择攻门 有没有 有了 胜负一定 完美的时机 决定性的进球 绝对的死角 门将只能行注目里 这才叫射门 直飞死角 他本能地知道球该往哪里踢 毫不犹豫 一起漂亮的射门 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球 如一所料 他们真是豁出去 要踢出个未来啊 看样子 他们是不会就此收手的 前面有队友在跑位 贝吉尔 他抬脚失射 现在看看谁能够先抢个皮球 应该要起脚射门了 球像是粘在他脚上一样 打门 就这样 加世赛的上半场结束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体能较好的一方会表现得好一点 其实比赛已经没有什么竞技性可言了 现在来到了决胜的最后关头 真是场精彩的比赛 让我们共同期待最后的十五分钟 有机会打反击 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 直接从中路找到机会 阐球动作非常凶狠啊 贝蒂特 送出直塞 尝试打一脚 他被放倒了 左朗西斯科拖地 阿西莫 安布罗希尼 罗普托巴乔 阿基反击 罗普托巴乔 直接与对手过招 球在五八配脚下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漂亮的直塞球 无法配 他们太火爆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好球 完美的假动作 看上去还以为 他要轻轻地传个高球 出球动作很漂亮 射门更精彩 帽子戏法 他今天状态太火爆了 他太黑了 他说射门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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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队现在来到了分岔路口 一条道路通往所有人都渴望的终点 或至少离他又更近了一大步 另外一条则是想都不敢想的深渊 此时核心球员要挺身而出 将球队扛在肩上 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座雄伟的球场 这里即将上演一场配得上他的大战 双方的比赛已经打响 英格兰对战意大利 马西莫奥多的长相并不出众 你很难猜到他竟然是内戒世界杯 意大利夺得冠军中的一员 也不会想到他在俱乐部曾随队夺得过欧冠 他实现这些成就 凭借的是稳定如意的发挥 以及在场上 起脚打门 将球破续 惊人的反应速度 这就是神机守门的 进行了准确的预判 意大利拿到了第一个角球 这也是双方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英格兰快速发起了反击 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 往前传 球被弹了出来 大卫贝卡姆 福德 奥多 在边路寻求机会 杰萨 很好地跑位 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 杰萨 真是好警觉呀 尼莫比来 大卫贝卡姆 快速发起反击 安德烈皮尔路 转移到边路 想要塞进去 但是路线被切断了 然而最后又是一角本应该可以的传球 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明显没有想到一起去 将去拦了下来 将去拦了下来 右 往右的 奥多 精准地传球 他阻止了进攻 拉西姆斯特林 这一下篮接真的是太是时候了 表情亮了 将球传到边路 将球传到边路 威灵厄姆 前面有队友在跑位 安德烈皮尔路 弗朗西斯科拖地 吉耶萨 菲德里和吉耶萨 绝不想输给对手 还摆脱了防守 一次犀利的防守 德克兰赖斯 从这里可以发起反击 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 离于月龙门 打进一球 迅速精准致命 胜负就在几秒之间 这次反击太精彩了 防守还没组织好 皮球就飞进了球网 反击又猛又快 势不可打 一比零取得领先 这个进球有助于缓解压力 让我们共同期待 比赛变得更加精彩 让我们共同期待 比赛变得更加精彩 攻杀力不错 一早就看出来了 泰坎能不能传个好球 精彩的落点 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 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 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 只剩下对方 阿利康 这球进了 简直一如反掌 他们又进一球 当有队友愿意撕扯跑位 总会出现这样的威胁 只要坚持不放弃 最终这样的机会 就会到了 一方连下两成 耳定一方横 这个拼抢动作不干净 给了个任意球 可能会有麻烦 不过到目前离止 裁判还没掏过牌 几叶萨 扶朗西斯科拖地 菲利普福登 他们希望取得这样的效果 他找到了突破口 维克汉姆 前面有队友在跑位 他将球破坏出了禁区 大卫贝克汉姆 罚球这次也没有例外 他不想给对方任何机会 险情得到化解 发动反击 反击要来了 球在贝克汉姆脚下 反球 裁判的哨响了 估计吹的是越位 阿里凯恩 他穿透了防线 他终于摆脱了围堵 漂亮的防守 始终保持警觉 精彩的对决 他显然是在全身心 享受着比赛 要是能赢下来就更好了 这次进攻还不错 不过他身边人太多 很难有什么作为 两个小时 都显示了 海特掀出一脚多回球权 英格兰在防守方面 做得非常好 现在他们需要在进攻方面 有所作为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裁判并没有举起 裁判看了一眼 吹响了上本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and a quick provided today to please take all data bins located by the entrance gate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operation 好的 比赛现在继续 其实他们肯定有些操事过急 想要颁明一分 现在他们的后防线绝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否则比赛将会失去悬念 捷萨 这是一道同墙铁壁般的防守 可以提速了 菲利普福登直接与对手过招 斯特林 这下很精彩 意大利下半场一开场的阵容有所调整 半场换人不占用换人次数的 如果下半场希望有所作为的话 此时换人是个不错的时间点 这脚传球质量不错 不过没能形成好机会 形势还是不错的 意大利应该打得再耐心一点 这球有点胡来了 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 把甩开了对手 菲利普迎扎机 把球弄丢了 第二次拿到了脚球的机会 对手还只拿到过一次脚球的机会 英格兰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 踢脚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 德文击把脚动射 配合是打出来了 但是结局令人惋惜 菲利普迎扎机 白白浪费了这次绝佳的机会 主教练好像在场边说着什么 从表情看来不是什么好话 起脚什么 击中力助弹出 突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 攻门 好样的有了 这球有了 只差一球了 比赛又有了新的悬念 乔丹皮克福德 这下值得同情 这种情况下简直是门将的噩梦 很明显被自己的后卫挡住了视线 看到球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在下半场极早取得进球 能够减轻球员的 抬角胜盘 打进了 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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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种表现绝对会让教练感到驾傲 他们谢而不舍 终于打进扳平的一球 这一球不舍都对不起爸妈 必进的球 菲利波迎扎机 显然是危险人物 对手缺给他这么多的空间 完全是送礼的节奏 这场比赛充分展现了足球的魅力啊 这场比赛充分展现了足球的魅力啊 对他们更加有力 打进上一个进球的时候 就应该会想到 还会有更多的进球 人到球到 干净的快速传球 可是把球破坏掉 英格兰拿到了第二个角球的机会 这是对手的第三个角球 大卫贝卡姆采取了战术角球 意大利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 踢角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 沙拉维 大卫贝卡姆 能进到这几支赛吗 好球 他找到了突破口 门前失射 门将分离将球扑中 他绝对被得上首发位置 完全是在享受比赛 真是什么样啊 他选择攻击 马西莫 安布罗欣宜 把球处理掉 德克兰赖斯 漂亮 真是个好机会 塔利凯恩 身体充分舒展将球扑中 他的选位很出色 德克兰赖斯 菲利普福登 棋防对手更是输不得 双方你来我往 一方全力进攻 一方毫不退让 迪罗伦左 很重要的一次拦截 维尔谢尔 一大片开阔地好机会 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 阿里凯恩在尽全力弥补 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 可惜队友没传好 他有足够的理由抱怨 只要再大一些力量就好了 开始加速托地人 我们进了一球 进球了 完成了逆转 漂亮 扑里的如此老道 这次完全不能怪门将 这种飘忽不定的射门 今天终于又重现江湖了 意大利取得领先优势 漂亮的进球 他们在这项赛事中 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 他们会战斗到最后时刻 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 没必要太保守 这种情势下 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手 好机会 防守队员略胜一筹 不过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进区里人员密集 进球的机会很小 除非有奇迹出现 接到了队友的传统 及时出现 再次化解了险强 准确地预判 斯朗西斯科拖地 洛卡特利 只有五分钟了 小胜时间无几 不会再有变化了 我想刚才的那自信公 肯定让球迷下输了一身冷汗 我不确定 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 不过他们仍然领先 这才是最重要的 往前传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 博克兰赖斯 及时出现断下皮球 一次令人激赏的过招 这球没办法 进区里已经站满了人 很难打穿 向前推进 球在扶登脚下 将球转移到了侧椅 达威·贝克汉姆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漂亮的空桥 球出了边线 弗朗兰西斯科拖地 比赛结束 意大利现在可以庆祝了 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那么蔡惠强 你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比赛 意大利 理应获得广大球迷的赞誉 我相信这场胜利 将极大提升他们的信心 对于如此重要的一场比赛 怀疑者们有大把的理由 可以用来攻击他们 不过我猜现在 他们只好乖乖闭嘴了 在直播的最后 我们还是要感谢蔡惠强 没坐高铁 也没坐飞机 从上海跑步过来 和我一起解说 好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 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